每天不斷在做這方面的累積 是一直不斷的累積的 所以不要只是看到那個 外面那個形象 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獨特的那一個 你要充分 一個就是最快 不是最快 就是你要最好能夠 趕快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 我們在跟大師的談憋的時候 到底每一個這個人的位置 在這個組裡面 它是什麼樣的裸實 它能不能發揮到一個極限 自己本身要先清楚明白 大概是這樣 那應該就感覺 對啊 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 主持人有沒有講一下 今天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 這個VIA 邀請這個 陳生 升哥 還有這個周導 我們就要派一個 阿台 那個親切 那我覺得 今天 你們不知道看到 它是一個 雙機作業 雙螢幕 兩個不同的世界 但是他們的對台 非常有趣 有的 阿台 建構 有一個 他自己的主張 那 升哥的 他 他個人就是這樣 你說他屌嗎 的確蠻屌 他就是說 拉賽 但是在拉賽當中 他一直在 在翻覆 一個所謂 制式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 雖然我比較中間才過來 我覺得 兩位從這種所謂的 比較 國際性的一種趨勢 環境 來做一個分析 比較 比較台灣 比較大陸 比較 其他 歐美地區 日本 韓國等等 我想這都是一個很 當下的一種 所謂的世界文化的議題 以及有關 我們在座各位 未來的一種 總項 以及趨勢 然後一直在談到 最後 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們一直在強調一個 我閱讀到 就是說 祝你自己 你是什麼樣的人 阿友就是這樣的 你就不要這樣 嫁嫁 要穿西裝 幹部帶 這感覺很奇怪 你如何去了解你自己是 什麼樣的一個 卡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特質 然後扮演什麼樣的人 我們先不要談這個 所謂角色 或是打理 應該是從你自己 在當下 你能活出自己 這比較重要 我也一直深切在想 想這個問題 一般我們在櫻光幕上看到 這個 聖哥 也好可能說 截在這裡 但是 他在做他自己 他不去 不會去包裝他自己的一個形象 我就願意 他今天感覺到這個場面 這個場面 這個場面 他感覺到他去吃他 他不是一杯咖啡 這樣感覺 嗯 感覺比較舒服 那個味道才會出來 瞭解嗎 那 這就是 他 終於 他去當他自己 做他自己 才會找到一種 所謂的樂趣 那 我想 今天這個 周導演一直在談 那個所謂的 content 很多人講 內容是 是王道 內容就是 content king 這個就是一個 王 但是 這個內容 要怎麼去填充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從 申哥他那個 國際化 那種 台南這種東西 太假了 我來台南 也是覺得很假 因為我 我 我以前 住過台北 那我是 我也是彰化 跟陸桿 然後來台南 我住 我住在高雄 但是我住高雄之後 我 住了十年了 我才 甘願把戶口簽到高雄 認同高雄 那我來台南工作 會來十年了 感覺 到最後我還搞不清楚 台南的 街道怎麼做 都要 洗來洗去洗 怎麼又回到原點 那 台南有這種 開口 他就自己玩自己的 我感覺很難打 打進去那種感覺 的確 但是 他也說出 台南有這種 氣味 這種文化 一種 一種 歷史 但是又不說很清 又 不是很深入 那樣的東西 我也有感覺到 你都感覺到 開口 台南人開口很大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是陸桿人 我也知道 陸桿人也有這種開口 這是 剛生 什麼 一府二入三盟講 那是貴品 那是貴品